你要去习惯比较赤着、赤着、赤着 比较赤着,要看的比较不倒 这个是建兰 好,这个,俊芳你选一个 这个5 5 有没有 喜欢哪一个 第一个,漏斗式的 这样,你这样压下去的时候 可以把它推一下 让上面的毛皮会爆开 它会有光线 会有光线 这个拉过来 所以你用身体去移动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气打开 几根毛跑到这里 然后我们这样压着 不倒 起来的时候,它的笔触就长这样 然后这个再过去 压下去,推过去 它有光线感 起来 所以这个笔,末端腰有点 保持让它回弹的意思 往下刹 它中间会有一个 副笔的那个虚笔 很漂亮哦 然后再来口 这口很小 有点这样小小的 所以比不倒 是写的是要练习 唯武德心 德用哪一个 家瑜你选一个 德 然后立志老师 选一个 心 嗯 家瑜 你选一个 我都还没仔细看 还等你仔细看 直觉 直觉 好,那你这样说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对啊 我觉得中山王比较装得进去 可是又不行 中山王我会另外写中山王 对,老师 因为老师另外要写中山王 那我知道了 那我要写这个 要写一个长一点 长一点 那就是 写直心这个好了 因为它可以拉长 没有人说不可以 这是第一行的第五个字 第一行第五个字 这样不是得了吗 心 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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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唱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比较可爱 第三个 嗯 我喜欢这个 中间打个叉 现在就是这个 那可以把它加点点哦 当作是 它的这个 流过去的 那个那个 汤跟渣 这样 然后右边就是一个 耳朵嘛 这个 这里有比较空 所以我就拉过来了 好 这是耳朵 外轮廓 这耳朵的内部 然后它有一个人 它底部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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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山丘 唯 唯物德行 这样就很 很独特 很有气质 跟外面的人 写的唯物德行 都不一样 那我们把草书写一遍 第一次复习 第一次复习 唯 唯 我们说是 竖心旁 写四十二哦 再写二 一 二 五 以 三 三 点 德 塑 塑 写一个 我刚说了什么 寸 左边各两点 右边再一个撇 N 再会吧 左右搁一点 然后在它的右边 写一个 一个比较长形的写笔 写N 心 十 七 然后再拉一个过来 拉很远 写三 对不对 三 然后竖钩 再一个二 两点 会吗 签名 兔子吃红萝卜 斗鸡眼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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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